那么接下来我能上网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360byby.com 走 我看看能不能防卫 来 你没看错 我刚刚敲到是360by.com 什么意思 你在这个地方 通过HP协议去请求的是360by 这个域名对应的IP 往这个服务器里面进行链接 但是当我链过去之后 为什么立马又蹦到了京东这个里面去了 重定向 什么叫重定向 我简单说 HP协议里面这个地方是重点 2开头了 2多少多少不管 成功 3多少开头了 重定向 怎么理解 浏览器去访问360by.com 这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网站给我回了个状态码 是302的 给我回了个302的 302里边简单的说 你了解一下 里边有个东西叫做location location里边一个东西 就location一个单词 我就不捡写了 location就是什么 L-O-C 什么时候 它里边有一个 gd.com 有个gd.com 也就是说 浏览器明明是向360by去请求的 但是360by回过来的消息 告诉我302 我干什么呢 浏览器会自动跳到这个网站里面去 那么以三开头的 往往就叫 重点向 就说什么意思了 重点向 重新请求方向 好了 四开头了 你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比如说 你请求的某个网址里边的东西 它告诉你404 往往就是你找的找不到 我多少开头 那是意味着什么呢 服务计划 我多少开头 比如说服务计划了 比方说 我正访问的正访问的 你写那个社会语句 不得砰死了 那么将来浏览器里边 那个地方就显示50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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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好了 这几个状态码 以及htp协议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问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叫做 放 放 问 拜 度 点 看 我的过程 反正走忘光了 回去看看吧 这个里边的同学们 我要核心一点 我要简单跟你说 那天我在去面试的时候 我要听着核心点 它没有答 你可以这么说 我跟你说个详细版本的 还是跟你说个简单版本的 你听哪个呢 简单版本 书上 在浏览器里边 书上个域名 第一步 先解析域名对待IQ 第二步 三次握手 连接服务器 接下来连接参攻 发送 tcp的数据 htp协议的数据 浏览器回来 然后显示 完了 就有没有句话 核心点是 简析域名 对应的IQ 通过三次握手 链接这个IP服务器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 请求数据回来了 这是简单版本 复杂的版本 你就要说了 怎么复杂 是吧 交给网官 网官又怎么传呢 Mac地址变 IP不变 到了万人网 万人网里边 接下来把这个东西传过去 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太实现了功能 也就是说 你可以说简单版本 但是对中 你得把域名解析 你得打出来 那天我在去摸一面试的时候 域名解析都没说 打开路览器 敲上回车 然后通过一次对比协议 就回来了 能打出来 这对比协议来 很不错了 是吧 但是你没发觉 这个域名解析 是不是有过过程了 必须把域名解析说出来 至于咱们在这个期间 给大家讲解过的 什么叫的那个 路由器 是吧 这个叫做net 叫做网络地址转换器 然后还有讲解过 这个交换机 极限器 路由器 网关 Mac地址 IP地址 死网银码 还有什么东西 DNS 这个域名服务器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都说过了吧 Windows里边在团 你就问你这几个问题 你在面试之前 你就问问你 这几个东西 你是不是还有印象 打开 找到你这个位置 然后点开它 正常情况下 在这个位置 我现在没有网 正常情况下 有网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状态 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 那坨东西了吧 把那个地方再看看 把那个地方再看看 好了 那么服务器 这个地方呢 讲解了什么是 Epo 这个地方 我只是给大家说 这个Epo这个东西 以后呢 基本上 搞非的 就说的直白点 需要性能的那些地方 它也许就用了Epo 或者用的疾问上 一般的就不会用 也就是说 讲解HTTP服务器的这个期间 哪些东西是重点的 HTTP协议 防卫百度的过程 以及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整个流程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网络通信过程 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刚刚提了一句 你要把这个地方再去理解理解 YSAC想要真正的理解 这个数据怎么通信的 YSAC 有用 会用 好了 那么咱们在网上看 Python提高里边 加L 全解决于锁 深考贝 千考贝 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传给你这个引用的 还是我传给你一个新的地方的 一个引用的 你说是吧 这就是深考贝 千考贝 那么在讲解 私有话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了 是不是一个叫名字重整 把那个名给它变成了 就私有属性 是吧 变成了这个 下方线 class 下方线 下方线 是不是原来私有属性的名字了吧 import导入模块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一个思想 还有印象吗 一个模块导 另外一个模块 你import导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这里边一个变量 指向那个模块里边的一个变量 如果你要是直接from那个模块 在import那个变量的话 你将来改是给不动的 还有印象吗 这个地方再回去看看 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之前踩过那个坑 所以说我要告诉你 封装继承多态 只要人家问了你面向对象 你会答一答 必须把这三个字体上 必须要把这三个字体上 MRO顺序 在调用super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说过这个东西了 说过这个东西 这里边的单都是一些加强 那同样 这个地方要重点 这个地方是重点 这个地方是重点 加L是重点 SEN烤费 CEN烤费是重点 MRO OK 这个 还记得是什么了吗 如果某个方法里边 某个类里边实现了特殊的方法 那么将来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它当着 是不是文件的上下文文件 管理器了吧 对吧 这个地方通过Web 就是咱们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出发点开始讲的呢 咱们在偷偷文件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出错 有的时候没出错 但是对中 我是不是都需要 这个根据相应的条件 是不是都把文件关了吧 所以说咱们经常写的是Web的什么Open Az一个东西 接下来是不是咱们经常努用啊 那么后来我就想到了 我能不能自己去实现一个类 是不是就讲解了这个文件管理器吧 上下文件管理器 重点 MySQL 这个啊 这个基本上就 你了解了这个数 你得看 这有什么啊 这不是基本的东西吗 哪些是重点呢 这个和这个 什么MySQL的这个 这个操作呀 创建一个表呀 创建一个这个数据库 这个谁都会 重点是什么呢 查询 查入数据 操作就在东西 那么后来的时候呢 咱们又说了一下交互 同学还记得吧 这个交互这个地方 了解就起来 了解 因为你天天得用 这个没什么来的 那么哪一个地方是需要你真正掌握的呢 这个地方 听得清楚了吧 也就是说四天的MySQL 第一天里边的这个语句 第二天里边的查询 什么左连接 有连接啊 等等再托 那么后来的高级里边 请问什么是试图 一张虚拟的表 有什么用 数据库有可能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变化 但是我已经写好的功能 那么将来它的这个代码 已经写好了 如果再变的话 是不是很费劲了吧 因此我创建一张虚拟的表放在这 你查所有的数据 都是从这个虚拟的表里边查的 你什么时候调我查 我什么时候去侦查 查出来之后数据给了你了吧 试图 虚拟的表 事物 想讲什么呢 事物一件事情 你要么做 你要么不做 对吧 它有四个特性 ACID 是吧 那四个特性就什么了 ACID 原则项 什么项 还有 椅子项 隔离项 19项 请问是不是这个特性了吧 也就是说 Python 这个MyCircle 这个客户的默认 是不是已经 自动提交了 但是咱们将来 正正提交的时候 就是通过Begin 或者通过Start Transmission Transaction 还是传出什么东西 把那个东西开起来 请问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 可以手动开启事物了吧 你记住Begin 你可以的 Commit提交 这个很重要 面试的时候就会问你 这四个基本上问 所以是什么 所以就是在数据表里边的某个地方 特殊的创建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那天我简单提了一句 是不是通过Btree那种 那种数 你学数据结构的时候就知道 学过那种数 然后通过那种数 是不是相当于我记录了 谁在哪 谁在哪 是不是将来走的时候 是很方便了吧 这个地方 后来的时候 这个了解 这个没有用 那么主同 你需要理解 我提一句 咱们后面不是 接下来就讲前端 前端完了之后 立马进入到章格项目了 章格项目的时候 我只是提一句 你到时候 课上的时候 跟着老师的收入走 然后课下的时候 把老师给你的任务做完之后 你可以尝试尝试 让你的章格支持主同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你在会的技术上 你再加一些更高端的功能 那么将来你再去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要更高的价格 一定是这个道理 一定是这个道理 人家会了 我好 人家不会的 我会 你不涨钱 谁涨钱 我说过一句话了 就是道理 那么 MySQL 4天 咱们学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刚开始的时候 咱们讲解一下 外部框架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要理解一个道理 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WSGI 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了 是不是WSGI WSGI是什么 一种协议规定 它规定的是什么 服务器和 外部框架之间的一个东西 那有的人就说了 我把外部框架写的 服务器里面不就玩了吗 Jail 对 浏览器 防卫服务器 服务器怎么把东西给框架 这就是WSGI 框架里边 怎么去用的数据库 请问咱们这一期 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个东西了吧 好了 重点 把WISGI一定要去了解 了解 确定好 那么 这就不用说了 币包装饰器 这是重重重重点 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那么 后边咱们学了这个功能 请看 是不是咱们相当于 学完了MySQL 咱们多了这个外部框架 然后就把浏览器 服务器 服务器访问外部框架 这个流程都通了 后来咱们讲了装置器 讲了装置器之后 咱们添加了功能 是不是实现了路由功能 那么后面呢 咱又花了一天时间 是不是把所有的功能 是不是都实现了吧 就完了 那么今天最终的时候呢 咱们是不是讲解了一下原类 那么原类这个地方 我简单说一句 原类这个地方 他不是说多么重要 他说这个地方不是多么重要 也就是说 当需要 需要提高的时候 可以看看 先把最基本的搞定 你说我上面画的 只要是在重点 重点原类有这么多 还是有一些的 把重点都会了 接下来再去看原类 再去实现这个东西 听懂了吧 还有对后的 这个对后的一个特点 就是 趁热打铁 今天下午就先去搞这个 搞完了这个 咱们明后天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就有一段时间 是不是你可以再总结 同学们一定要 切解我的一句话 不管写什么东西 不管学什么东西 你只要花上时间重复 没有做不好的 很多年之前 前几年之前 最近哪个时候 我也不跟你说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呢 就是多多少少 有那种想要创业的思想 但是呢 我们也去过 也试过 也尝试过 然后最终呢 这个投的钱不多 也就投了那么 万八百块钱 然后呢 对中了一个结论 就是不行 不够成熟 我们当时觉得 因为我们的技术 是搞不定了 最后呢 就不够成熟 就算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讲 如果那个时候 坚持下来 如果坚持下来的话 也有可能 今天已经做得很棒 所以说 现在我们就 前面没事聊天的时候 说 咱透过了一个 成为百万富翁的 一个机会 就是往往是这个道理 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重复 坚持 往往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画重点了 我基本上就画完了 该了解了什么呢 去看课件 一定要多重复 该了解的 是吧 抖马观花 看一看就完了 重点的 静小心来多看看